80.1 完成分是8.750 罗欢 浙江队选手 低杠摆到里 孙腿正涛至后跃哨部换杠 紧接帕克换杠至低杠 登杠的哨部换杠 接金格尔空翻 在这个组里面 我们已经看到三次这样的连接了 他做了一个趋白的动作 临时转体360 再接反调的临时转体 分腿叶格尔前空翻 反握的转体540 准备下板 直体两周 这个收快有点偏早 高低杠是中国女队的强项 我们在打团体的时候呢 主要是靠高低杠这个项目来拉分 所以呢 在这个项目上 我们起码要保证打团体的三个人 都有高难的成套和非常好的完成质量 每个队伍的强项不一样 像美国队他们这个自由操 包括这个跳马 就是他们的这个有难度优势的项目 中国队主要是高低杠还有平衡木 罗欢已经也比过很多次世界杯这样大型的比赛 你会看到这种比赛今天很丰富的选手对着我们摄像机吧 他从来不发怵 不犯怵 但是要今天下午或今天早上那些省队的比较少出来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呢 就会有一些对着摄像机就会不太自然 所以这就是经验 我觉得今天这两支连队 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特点 性格各方面都不一样 但是实力呢 还真的几乎差不多 这次要从他们当中挑出五位选手去正赛选手参加奥运会 确实也是要经过一轮血雨腥风的厮杀 要等到他的分数出来之后罗欢的分出来之后才能开始下面的比赛 他这一项结束马上就要准备下一项的比赛 无论是成功失败完成的好与不好 他都要忘掉前面的比赛去准备后面接下来的比赛 对 他下一轮要比平衡幕 所以他现在已经在陆地上开始把他的成套再练一段 他下面的平衡幕是第一个出场的选手 所以对他来说时间非常的紧迫 我们摄像机一直跟着他 但是你能感觉他完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 14点20分 14点20分 11点85分 15点钟 五点钟 10点